广西龙岭德武镇 群山绵延 风景如画 金云敖书记带我们来到了新街村 马牌屯 大家好 福庆工作中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 在这里有一个十分困难 又非常懂事的孩子 他叫杨六斤 他已经一个人生活好几年了 杨六斤又在帮别人家喂猪啊 吃饭没有啊 没有 我还要去放牛呢 你们家不是没有牛吗 帮林姬放的 十二岁的杨六斤 为什么要帮邻居放牛喂猪呢 原来六斤六岁时 爸爸去世 妈妈赶嫁 随后不久 爷爷奶奶相继离世 七岁时 六斤成了孤儿 被接到了唐科家 唐科长年外出打工 六斤只能孤独一人生活 邻居对六斤 能帮就帮 懂事的他也尽力多帮邻居干些农活 喂完猪 六斤才抽空给自己做饭 就土了一半碗饭 因为我一个人 一半碗饭可以吃一天 那你怎么上学呢 每年我唐哥都在年纪那里 每年五百给我读书 六斤很感谢唐哥资助自己上学 但每年五百块钱的生活费 一天不到一块四毛钱 显然难以维持 六斤从小便学会用自己的劳动 来养活自己 一个人生活的话还是挺难的吧 就挖一些野菜 还有去水库钓鱼 上树逃鸟站 一个孩子自己生活已经很难 几勺米饭 加一碗辣椒 便是六斤的早餐 他打算把饭带到山上 一边放牛 一边吃 好心的邻居 或多或少给小六斤送来一些温暖 但连米 油都要靠邻居救济 六斤就更没钱买菜 五年来 六斤试吃过几十种野菜 一片不大的山坡上 六斤能找出六七种他常吃的野菜 这细细长长的就是野菜 这野菜好吃吗 很好吃 有点酸液有点甜 在这里我可以找到六七种野菜 这种野菜 当吃的不是叶子 是它的为命的那种 这种不可以生吃可以煮的车 它吃起来像什么味道 没有苦 没有甜 味道有点像 这是青菜 叶子可以煮的车 这些花不可以吃 拿回家喂猪 因为现在放牛 不可以煮的车 我现在找一些可以生吃的菜 找完野菜 六斤还自制了一双筷子 吃饭 你在做什么 做筷子 干不干净 干净 经常也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除了放牛的时候 忘了拿筷子 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拿手指当筷子吃饭 你会不会觉得不太干净 或者不太味噌 不干净也吃 没筷子吃饭 不难看出 吃野菜已经是六斤的家常便饭了 但也许六斤吃的并非野菜 而是青草 让我尝一个那个 这真的是野菜吗 还是苦味大于甜味 打住 这真的是野菜吗 草蘸辣辣椒 拌米饭 就是一顿早餐 山里长大的孩子 真能吃苦啊 吃完拿给牛吃 不要咬我的手啊 你看 他很喜欢吃我挂的野菜 下午 六斤打算去捕鱼 他把几只旧塑料瓶变成了土质捕鱼工具 这还是六斤自己发明的 把你球鱼下去 一下去吃 这个口子很小 它就出来了 然后就抓鱼了 你去抓鱼干什么呀 抓来吃 为什么会去抓鱼回来吃啊 因为猪肉太贵了 我把这根铁丝烧红了 这个是那个瓶 你这里 同个洞 然后 你把杏传了 钓鱼 哦 在去水库的路上 六斤还顺便找了一些免费的美味鱼饵 这里可以挖肉圈 当鱼饵料 这有一只 它是活的 每次想要吃肉的时候 六斤都会来捕鱼 免费的鱼肉 对于一个自力更生的孩子来说 是多么宝贵 由于经常来捕鱼 六斤的经验已经非常丰富了 为什么要把那个绳子 系到草上面呀 因为怕瓶子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为什么要把那个瓶子 揪到那么远的地方啊 因为把一个瓶子放在 一个瓶子掉不得 一个瓶子会掉得 上游捕鱼 下游洗澡 被大山环绕的水库 变成了六斤的天然浴池 树叶当毛巾 洗衣粉来洗头发 这么苦的生活 六斤却不以为然 要洗衣粉洗头发 不会不舒服吗 不会头皮痛吗 因为没有那种洗头发的 所以我们经常洗脾润 洗干净了吗 你觉得洗干净了吗 经常这样洗 应该干净了吧 我在试还挺干净 没什么头皮了 头发上还有很多费 所以算了 头发很快就干 一下午过去了 又今开始收网回家了 有一只 三只 然后再放个小鱼 再放个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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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都好小呀 对 你会多少吃呀 吃鱼吃鱼吃 自己制作工具 发鱼饵 自己钓鱼 一分钱都不化 又今完全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吃苦耐劳 解决温饱 风衣足食 把鱼饭 到晚饭吃 不是你想吃什么 都得自己去找 就会很累 习惯了 不累就觉得饿死 一个人自己生活 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那当你生病的时候 就没有人帮你去刷鱼 没有人去帮你挖野菜了 那怎么办 生病也气 不幸不得吃啊 一个孩子一碗饭 一栋空房子 家里寂静的让人心酸 五年的独居生活里 孩子吃尽了苦头 这苦味好似客户心田 一分难了 我这个心 那这个心 一步 一往一天我遇到啊 没人知道 因为爸爸今天就上了 妈妈跑进来 所以别人都去 除了我没爸爸 失去信任的六斤 好似无根的扶贫 他最挂念的 仍旧是已经六年 没有见面的妈妈和弟弟 我不想听见他 跟我一样 所以我离吃苦 我去保护了他 我最想对你妈妈 好想 用你的聊话来说 好不好 因为我恐怕 小朋友 别人寻求我 所以往往没告诉你 这的时候 你告诉我 懂事的六斤 心里只装着妈妈和弟弟 但他才是那颗风雨中 更需要呵护的小草 经过多方打听 记者间接联系上了六斤的妈妈 希望以此 了孩子与妈妈相见的心愿 六斤的妈妈所在的村子 非常偏远 我们坐了一个上午的汽车 还要走两小时的泥巴路 才远远望见村庄 六斤匆匆赶路 一下都不肯休息 因为他对此行 充满着态度的思念与希望 妈妈家在那里 就是那个碗房那里 大树那里 中文字幕E3 六年的幸运 一位甚至满人 六年的相逢 六年的相逢 六年受冻 六年的相逢 癌餓甚至重病都在這深深擁抱中被融化了 媽媽很關心眼前這個十二歲的兒子 她不知道在這六年裡六金是怎麼熬過來的 媽媽特別想彌補她虧欠孩子這六年的母愛 讓六金可以享受她本該擁有的幸福 但現實總是那麼的殘忍 母子相見這個十二歲的孩子仍舊難以回到母親身邊 正如六金所想媽媽有不得已的苦衷 夜深了 六金不得不離開了 這一別也許又是多年 男生以為離開了 č一下子 誰要去拜訪 他跟別 engagement 為什麼?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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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团聚 不知能否抚慰孩子多年无依无靠的心灵创伤 但我们真的希望这样一个命运坎坷 又不像命运低头自力更生的苦孩子 以后的道路可以顺利一点 希望有爱心的您能资助六金读书 让他不再吃野菜不再受冻白物 更加希望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 可以在寒夜温暖一个游子 光独的心 今天在我们旁边的这些孩子 他们生活在密冠里 如果当那样的环境里头 他们能够生产多少天呢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从这个男孩的身上 学到一种坚韧不把乐观豁达的精神 在座的身边每个家长身边都有孩子 我们的孩子都在我们呵护底下长大 我刚才也一直在想六一节快到了 那大可能还从来没有过过一个很开心很开心这么一个节日 今年的六一节我想接他们出来 跟他们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谢谢 我们丁子路的孩子都非常希望能够结家这三位可爱的孩子 做我们的朋友 我们很希望儿童节跟他们一起过 对吗 孩子们 谢谢 孩子们一起跟着咱们一起去 所有的费用由我公司来出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谢谢您 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 杨六金 大家好 我叫杨六金 男子龙林姓 得我今年十二岁 我第一次看他吃野草 孩子还这么乐观 那么开朗 这真不是这个年龄的孩子在受的罪 因为六金常年的要去摘野菜 他的手上沾满了很多的 绿色的 对 芝加盖里也都是 可能这小人下去了 真好 是 吃自己做饭 烫伤的 那当时怎么治疗了吗 用药了吗 当时没有药 就 就拿着包了就好了 六金很能干 也很勇敢了 那平时 你会想妈妈和弟弟吗 这样 他们不再是跟我送别的朋友家 放着这一分钟 像他一样 有天 你想象当中的家是什么样子的 和他们一起生活 一起吃饭 和弟弟一起 能说 可以不成野菜 那你想他们呢 就可以去找他们呢 我想他们的时候 经常会跑路梯 但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我等到半日就回来 就跑回来 尝尝哭了 那如果 见到妈妈了 想跟妈妈说什么呢 妈妈 我想你和弟弟 我每天都想你们 我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就好了 我们一起生活 一起吃饭 和弟弟一起上学 那我们一起谢谢你儿子好吗 我们往前走 我们一起生活 怎样我能在一起 我什么都一种 虽然我不曾 如果没有 其实很难想象 六斤 从六岁到十二岁 在这期间 她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肚子 来 在雨中充满 又会被光滑 不管满月水 一切只能藏着地 谁在你又有 什么都不见 为何看不见 你露出笑脸 我远都说没有爱 生天不会想 相同的年轻 不同的心灵 让我 拥有一个家 他们今天的累 是高兴的 是开心的 是幸福的 因为他们终于可以团聚了 一位老人 年近八十的老人 他就说 五十年前我就在农云村做工作对的对的 和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 我一定要到这个现场来 用我的退休金 要捐给这个孩子 让他住宿 这位老人家是我的妈妈 掌声欢迎 我给他帮你 希望六千年 只要我 要 来 来 来 我的二十 你 要 立志存在 神的 吉祝 建祝 希望大家 都 天 祝 天 祝 天 爱 谢谢大家